因為我們小時候聽 都講國劇 我們講國粹 國粹是麻將啊 京劇的發聲方法好像更 它可能比較更藝術化的發聲 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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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 你還拍紀錄片是不是 對對對 叫做 這是要給你自己講的意思啊 你以為我真的懂我講啊 那你是演員丟了 你要接啊 你怎麼回事你 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賈文青香談室 我是德仔 今天節目裡面為大家邀請到的 就是舞台劇金歌的製作人 以及演員 林問志先生 以及楊正濃先生 你們好 哈囉 德仔 哈囉 這次呢 這個戲是一個叫做 後清藝團的一個單位 是 您是團長 是 正濃在中國大陸本來 從小就是學 學金劇出身的 對 那為什麼會到台灣來 來學 學戲劇呢 那個 我是從小學金劇 但是我念到就是 這邊叫高中嘛 高中畢業 我就考到北京電影學院 我電影學院閉完業以後 我又去了廣州 移工隊 在那邊待了兩年 待了兩年 然後 突然有一天就睡覺 就就就就覺得 嗯 是不是兩年也差不多了 說那怎麼辦 去哪 要去哪裡 是 後來突然一下 蹦 然後還是就蹦出一個台灣 這樣的 這樣的經驗的人多嗎 我不知道耶 在在中國大陸學表演 像我 到台灣來進修 沒有 對啊 所以才會問這個問題啊 你還拍紀錄片是不是 對對對 那個紀錄片叫做 這是要給你自己 講的意思啊 哈哈哈哈 你以為我真的等我講啊 我在等你講 沒有 那你是演員丟了 你要接啊 你怎麼回事你 那紀錄片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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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暮歸鄉 日暮歸鄉 歸鄉 對不起 日暮歸鄉 對 日暮歸鄉講什麼呢 其實就是 紀錄 38年前後 從中國大陸來台灣的那一集 大時代悲劇 講我爸的故事嘛 是的 好 所以真的做很多事 嗯 嗯 那麼當然現階段 就是金哥 對 我們是在 6月293 所以你看你家接得多好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在台北藝術大學 6月2930在台北藝術大學 然後還有台中跟高雄 對對對 後清藝團跟劇團好像很不一樣對不對 對 他並不是一個劇團 呃 因為我們成立這個團 其實沒有一定要跟戲劇類 一定 只是跟戲劇類合作 所以我們希望說跟 更多的藝文團隊合作 就是例如我們也可以做舞蹈 也可以做音樂 甚至是正式金哥 還有走到傳統戲曲的部分 所以是製作單位 專門處理製作單位的一個團體 是 然後很多藝術家 他就是自己可能 因為必須要申請場地 可是他花了更多的時間在經營 甚至超越他的創作時間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能量是被消耗的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 比如說劇團 他可能團長 光是申請補助 對 他就其實有很繁複的公文往來啊 然後表格填寫啊 等等的 那你們這些 就是如果跟你們合作的話 這些都會幫我們處理這樣 對對對 你這會不會有點像經濟公司的感覺 嗯 我覺得 像經濟公司就變得好像要抽成或什麼 但是其實 我們並沒有要做到這樣 不可能是無償的服務嗎 當然 就是 例如說製作費這邊也是我們出資 但是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可能就是來跟我們合作的人 比如說假設你是製作人的話 你就要到處去找錢 對對對 不是由 不是由藝術家自己來處理這樣 不是 是 那這個後清藝團 目前是有 有幾個作品了 目前 那年初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個 南不入的音樂會就是找了 音樂劇的演員 對三位都是 而且三位我都合作過啊 三位音樂劇演員 對 對啊然後我那時候只是想說 高華麗嘛 對 高華麗合作過很多次了 然後 尹瑞 尹瑞是合作木萊少女 嗯 然後還有一位是 葉文豪 文豪 我跟文豪是合作Smokey Joe's Cafe 這太久了吧 是英文音樂趣 全英文的音樂趣 對 所以你那個 Blue 南Blue What 南Blue就是我們 南Blue 對 因為我們本來開始是希望 Blue Monday 開始 然後我們就想說 大家為什麼那麼Blue 所以我們就要希望那個 MonBlue NonBlue NonBlue 就是不 N-O-N嘛 NonBlue Non Non-Stop NonBlue 就不要Blue的意思 OK 可是這樣看起來的話 這一次的我們金歌 這一次的這個製作是 目前為止最大的製作 對 對算是最大 參與的人啊 然後應該經費也是 而且比較 算是比較正規的劇場 規格 對 所以舞台劇金歌 金歌的意思就是金劇跟 歌仔戲 歌劇 不是 可是 金劇跟歌仔戲 到底有什麼 很明確的不同的地方 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最不同的就是 先是魚種 一個用華文 一個用米南語 他一定要用這個 是 他不可以用 比如說布袋戲 有用其他的嗎 沒有 沒有 比如說布袋戲 可能用台語 其實也可以用國語 或別的語言 但金劇沒有 因為戲曲裡面有很多的劇種 你看 金劇 有香劇 有樂劇 有昆曲 有昆曲 其實這就是每個代表了 每一個地方的文化 所以那個劇種就會有他當地的方言 那金劇 為什麼被稱為金劇 是因為當年慈禧太后他們 就是喜歡這個 所以他們從武漢那個地方 徽班進京 然後他們一路演演 演到了北京 名聲在外 本來是武漢那邊發起的 對 他的源頭是在那邊 然後被稱為國劇 對 就是這麼來 在中國大陸有講國劇的這種講話嗎 理論上來說是講金劇 還是講金劇 因為我們小時候聽 我們講國劇 我們講國粹 國粹是麻將啊 國粹 誰會覺得國粹 國粹當然是麻將 對 表演的 比如說以唱來講 金劇跟歌仔戲的差別大嗎 蠻大的 因為金劇有嬉皮 有二黃啊 有流水啊 聽不懂 試一下 就是 他有一個套路 他要配上胡琴 有專門的曲牌 只是把詞放進去 換不同的詞而已 所以我們的那個金劇老師 只要根據 你只要說 老師我這裡來一段二黃 或者來一段嬉皮 他就 懂了 就馬上就有一個套路就開始了 因為小時候電視下面都會打一個括號說 這是 比如說 你剛剛講的流水啊 二黃啊 對 我小時候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曲名啊 OKOKOK 對對對 那歌仔戲他就是例如有七字調啊 或者是哭調 就是這些就是可能就是他們也是學那時候的發展是學了其他的文化的相關的腔調 所以他們也會有他們唱唱腔 而且相對的 歌仔戲其實比較活 因為他們常常就是 他們以前就是從說書開始 然後就是他早上聽到什麼故事 然後他馬上自己就像編劇這樣編一編 然後就用他們一樣套在他們腔調裡面七字啊 或者是什麼 然後就是晚上就可以演了 好那這個在實際上在戲裡面 到底是怎麼把金劇跟歌仔戲放在一起 他的這個劇情在講什麼 我們這個劇情比較是一個劇中劇 其實我們有點把台前幕後都拿出來講 然後藉由這個劇主 他們有一個劇主 然後就是導演找了他也想做跨界合作 所以他找了鄭榮跟招賢這兩個人來一起演出金歌這一部大戲 然後就有台前幕後的發展 導演在發展的時候是把過去跟很多團合作的一些經驗都拿出來一起聊 例如說導演 劇中的導演郭耀仁他的設定就是 他是一個拿不定主意 或者是他其實有很 他有想法但是他必須要藉由可能陣榮或招賢的經驗 再來幫他找出下一步的靈感 這可能也是他們過去跟很多 這個是郭耀仁的經歷還是導演韋以成的 這個導演是韋以成 韋以成他以前碰過一個很瞎的導演是這樣嗎 甚至是編劇他們一起討論 就是都有 我們先從同一個故事 薛平貴跟王寶川 這兩個就是金劇跟歌仔戲都有的劇目 我們拿出來討論 那是在音樂上面的結合是怎麼做呢 這樣會有點劇透 就是前面都會先以各自的 自爆加盟的方式 而且我們這次就是兩位小生 就是在劇裡面都是演薛平貴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薛平貴 不是一個薛平貴跟王寶川 我們王寶川有另外一個演 所以薛平貴跟薛平貴談戀愛 不是在 隨時還有同志情節在裡面 這戲好複雜啊 太豐富了 你想做太多是可以慢慢來嗎 沒有就是 昭霞本身是小生嘛 但是他就是等於是 幕後他又回到他自己 女性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也有一段感情故事 在台上不會有兩個薛平貴談戀愛 可是兩個薛平貴在台上要怎麼表現呢 為什麼會有兩個薛平貴 例如兩個劇種的形式 先這樣自爆加盟後 然後 這才會又有另外一個就是 王寶川要來試探 到底誰是真的薛平貴 對 好所以大家如果對 金歌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後 後 對不起 後清一團的粉專 去看一下 搜尋金歌也可以 OK 好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楊正宏先生 謝謝 以及林問志 製作人來獎金像男士 謝謝 謝謝 拜拜 多久 對嗎 這才對嘛